我想請部長 部長來 部長 部長我非常遺憾一件事 當年你在研考會的時候 我把你在研考會講的一段話 拿出來在這裡 拜託好不好 我再發言 你們現在是怎樣 尊重時間暫停 我維持一下繼續 尊重一下會議資訊 大家互相尊重 我在發言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等一下大家都一樣約束 上面講話下面不能講話 來 時間開始計算 重新計算 部長 你當時在研考會的時候 我把你在研考會的時候的發言 我再把它拿出來 我剛才非常詳細的看了一下 這個內容講到政府組織再造 有的時候會受到政治氣氛的拖累 有的使得最上層的政治共識停滯 這是目前組織再造碰到最困難的一點 但是你希望不分難力的立委 對於組織改造都要有共識 也不會認為其背後有什麼見不得光的陰謀 然後你後來又講了一段 我想你當時講的我都把它很清楚的講 你那個時候又講到說 不管是我們整個的組織再造裡面 尤其是看到其他國家的進步的一個狀況 所以能夠突破的話 你認為是最好的 部長 因為在上個會期 就是我們上一屆的立法院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組織再造 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成績出來 部長應該知道這件事 那個時候大概歷經 我想離開研考會 然後你卸任 我想當時應該你人生當中 一個很大的一個遺憾 就是當時沒有把這個組織法通過 是這樣嗎對不對 部長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很認真的在學校裡面教書 對 所以你不認真推組織再造 我都已經在學校教書了 不是 你那個時候要離開以前 你對組織再造是很期待能夠通過的嘛 對不對 委員所講的應該是行政院組織法 對 行政院組織法 就是組織再造嘛 對 所以你那時候也擠了韓國 擠了其他國家的例子 對 然後把幾個部會 我們應該有幾個獨立機關 應該有幾個那個部會等等 甚至於都在這裡做一定程度的妥協嘛 你那時候說 政治就是要大家有一點點進 有一點點退 對不對 但是之後有許多沒有完成嘛 這是事實 所以後來又到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也推了很久很久 所以一直到我們上一屆的時候 又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部長是這樣嘛 對不對 他針對的是行政院的組織 所以主要是針對 包括獨立機關的組織 主要是針對 包括人員的那個基準法 人員的編制 我們全部都有一定的規範 對不對 各有不同的法律 包括總原合法是屬於總原合法 對 一個總原合法 然後組織法是行政院組織法 包括獨立機關 對不對 是這樣嘛 而且我們很嚴格的遵守 包括剛才王一銘委員在講的 我們當時 大家全民都希望有一個 那個食品安全的委員會 結果弄了半天 也是我們行政院來告訴我們說 這樣子的話 跟我們的整個總額原額等等等等 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衝突 所以今天我很遺憾 我覺得說行政院的官員 如果在立法院沒有肩膀 事實上 為什麼早上我一直在要求 把那個記錄拿出來 其實剛才意思數也拿出來 我的確就是在那裡發言 請大家把當時 包括法務部 包括調查局 包括監察院所 調查的資料送出來 我覺得可以節省很多很多 那個記錄跟文字都在 剛才意思數也都拿給我的 的確在3月14號 我就要求要拿這些東西 結果經過歷經兩個多月 今天這個東西 還是沒有拿出來 然後我們再成立一個委員會 因為事實上 經過那8年的調查 其實嚴格講起來 沒有查到的大概很少了 如果那8點沒有查出來 如果那8點沒有查出來 那個時候也是游錫坤 什麼 當那個什麼 趙偉然後 監察院黃黃雄 當 反正他們都是趙偉 很努力的把查 我相信如果那些資料拿出來 沒有查到的應該是少之又少 不至於說我們還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來這裡弄這些東西 讓大家覺得說我們是在鬥爭 而且我們對我們的組織 可以無限上綱的往上走 甚至於連調查權都可以無限上綱 這是我覺得非常遺憾的一件事 因為理論上 這個不管是主任秘書 或者下面還要派哪些人等等 事實上 當時在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沒有這些組織 他們也一樣調查得很清楚 所以我還是要重申一件事 我還是要請主席 因為那天已經有做結論 必須要給我的資料 必須要給委員會的資料 我們還是要請委員會要送給本人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可以拿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節省多少多少的力量 來做這件事 而且也不會讓外界覺得說 民進黨的執政了以後 在這裡無限上綱 那如果是他們拿不出來 那表示那時候的行政院長 那個時候的監察委員 是必須要受懲罰的 否則他們領了那麼多薪資 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用這種方式 來做這件事 部長你同意我的講法嗎 委員是不是有希望我來回答 我希望你回答 委員跟說明一下 基本上行政院的主持 對於二級機關 也就是部跟協調性的委員會 跟二級的獨立機關 是採取剛性的 但是對於第三級以下 就沒有那麼剛性 那剛才林俊玉委員特別提出來 這個是第三級的 部長我現在再把你當時講的話 再練一段給你聽好不好 你那時候講 所以這個跟那個組織法 比較沒有必然關係 只要按照行政院組織法通過 你當時的講法 我希望把它弄好 就是 黃委員 時間到了 我的時間到 但是我從早上要的資料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拿到啊 剛才我把那個資料 調出來 我秘書長 秘書書也拿出來 的確在3月14號我就要的資料 我並不是說 3月14號 我拒絕你們審這個東西 我就已經要求的 為什麼到今天 還是一樣的不給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當時候的 嚴考會主委 葉主委 他說講 新的部會 依法成立以後 下面單位的細節的規劃 嚴考會都被同鋪案 時間已經到了 原本組織法內 十三部四會 規定的橫矢 可是我們在那個當中 也做了一定程度的鬆綁 黃委員 你的時間到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做了 包括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你知道國民黨 黃委員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的時間到 從早上 我的問題到現在 你都沒有 我覺得你這個當主席的 我再怎麼尊敬你 你應該給 你還是必須要給我 你不可以說 我當主席 我從來不會說 我要的資料 你不給我 然後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還是要再一次的告訴 黃委員 我現在還是要告訴大家 好不好 我們非常遺憾 你的時間到了 如果說我們的組織再造 你的時間到了 黃委員 以及我們這個整個 當時在做 你當演考會主委的過程當中 所努力的做的事情 現在全盤被否認 我希望部長 你回去 幾乎全部都否認 幾乎全部都推翻 所以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們希望 我們休息五分鐘 來 我還是重複 我希望你把 我當天要的資料 送出來給我 我覺得 我覺得有很多的東西 根本不需要再花 那麼多的精神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我覺得 我們委員會 必須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好 說 感谢观看